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黄金之乱和董卓之乱 形成诸侯割据的局面 北方群雄最后成为袁绍跟曹操的对决 袁绍兵力较强 可是曹操侠天子已令天下 占有政治号召上的优势 袁绍率领大军南下 跟曹操在关渡对峙 两军互为攻守 僵持了半年 双方都兵匹马困 曹操一度想要撤回许昌 可是许优投诚以后 带来了宝贵的情报 袁绍的军粮 统统都囤积在乌朝 于是曹操冒险 率领军队偷袭乌朝 在情况危急之下 成功的烧掉了袁绍的粮草 也给了袁绍致命的打击 经此一战 曹操逐渐的收拾北方 然后转向南方 目标一统天下 给大家看 感谢观看